來看今天的消息 技術工會 這裡的團體今天到勞動部去抗議 要求勞動部要簽對公式的航空公司 請一些這個不特定 機行主計劃 就技術 其實已經如何應用到本國 集技術集合的機會 也可能會來違及到批安 勞動部檢調說會來進行調查 消融航空違法中介 勞動部應依法開放 包括技術工會頂頂的團體 去勞動部外交控制 要求勞動部 占對各種航空公司 進行不特定機行主計的 各種技術的進行 要進行處理 要求控有各種航空公司的 各種技術 在外站就出達到零點二三 航空公司算不照標準流程 隨改讀他的事務 要是讓他繼續接近一段時間 然後進行後續的調查 政府對腳架林農林的時候 為什麼一個有關天空飛的一些機師 這麼重大的一個機師 有沒有 有關三四百人的生命的時候 可以允許讓他時間 一直重複 一直地背 工會還指控說 國積航空還在國部 做中郎主計的公司 請不合理的各種技術 明顯違法 如果嚴重影響本國積 技術的集結款 甚至可能會影響費安 針對違法事實的部分呢 勞動部會再接獲 相關的委託情形 然後跟實際上 他從事的相關的業務範圍 我們來進行調查 跟釐清之後 會盡速開發 勞動部會代表 接受工會當前 他強調說 相對各種技術 違法平衡 也有找違法中人的部分 條件如果是屬性 一定會照合合部法來采發 記者 總學報道